中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海大丈夫陳建成 来 今天3月31日 集團作帳弘利 已经结束了 过去一整个月 在月底之前 我老神在在地告诉你说 这一个月 不管有什么的利空 大盘拉回都有限 大盘拉回都有限 今天是3月31日 3月底的最后一天 今天的收盘 我们可以来跟各位验证 我从2月底告诉 跟各位讲说 3月还有集团作帳 还有全力打可以回 我们用今天指数的收盘 来跟各位做验证 我讲的 有没有经得起考验 你们好好再想一想 过去这一个月 我们带你逢高获利了结之外 中间有任何利空 我们不但没有让你去杀低 我们还叫你跟我弯腰 接钻石 对不对 208的威风店 141.5的新唐做两次 因为今天又到152了 前两天杀到141.5 全力打的新会员进来 还有救会员之前 160出掉一趟的 143上下再接一次 今天150以上 今天正好最后一天 这个华欣集团 勉强再拉一次 结束了 所以现在我讲的集团 作帐跟法人作帐 我说三月是大月 而且今年的三月 跟去年三月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很清楚了 我说今年的三月 因为今年的第一季 大家都不赚钱 或者说大家都赚得比较少 所以这一个月的集团 这一季的集团作帐 会做得比较猛 对比去年的第一季 大家都赚饱饱的 虽然指数还高点 去年的第一季 多数的公司获利都还很漂亮 所以去年的第一季 有做没做没差 但今年第一季 这些集团特别爱做 也特别需要做 所以中美金 有没有 这个蓬城 宏杰克前两天标出来 所以现在集团作帐 嘎空的派对结束了 结束了 来 我过去一整个月 我就告诉你 在三月上半场 我就说卷支比还很高 对不对 然后我说到三月底四月初 会回到去年低点 去年低点就在这 那你现在回头看一下 掉到这了 有没有 我这段时间 我有告诉你 均线吗 我有告诉你 葛兰币八大法则吗 我有告诉你波浪理论吗 都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 我说三月你只要看捐资比就可以了 可是我不是三月给你看 基本上我从去年 十月在最低的时候 捐资比最高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告诉你说 来 半年后我们来应证 我说这一些 放空的人 不要以为 功夫很厉害 你们看到卷支比这么高 你想说 哇 现在做空的人这么多 所以行情很可怕 不用 不会 我十月我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空军这么多 我说这是反指标 到时候怎么样 这些人等着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一个一个抬出场 所以事实证明 空单在十月底最高 空单在现在三月底的时候 掉到最低 所以这段时间是指数往上涨 所以这边的空单最多 一路往上 那代表空单一路往上回补 那你空单一路往上回补 代表你是亏钱 你如果说空单你在那边空 你往下指数继续跌 你路续继续回补 那你当然是赚 可以证明怎么样 所以证明卷支比是什么 反指标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还在看均线 做股票的 你还在看财经节目 告诉你均线 再告诉你破浪理论 告诉你葛兰币八大法则 告诉你一大堆 海归交易法 有没有 什么 不灵通道 我告诉你 你们讲这些指标 我过去二十年 二三十年来 我前面五年我都试过了 你如果不相信 很多分析师喜欢告诉你说 延五日线操作 对不对 那你就找一档股票 因为现在有个软体 叫做城市交易 你可以去找一档股票 或者我们大盘的指数 你就去用延五日线操作 然后把过去二十年这支股票 只要五日线站上买进 五日线跌破卖出 你去给它整个二十年来 你看你会赚钱 你还会亏钱 我告诉你 你会亏十 月线也一样 十日线也一样 反正你们要找五分钟 十分钟 三十分钟 九十分钟先 月线都一样 现在唯一胜率比较高 就是十年线 为什么 十年线 国安基金来互盘的时候 你买进 然后怎么样 你就给它报三年 两年三年 那你绝对都大赚 只有这条线 十年线你可以相信而已 其他什么五日军 什么延五日军操作 我告诉你不用傻了 我说为什么 那你去问信华董事长 过去这十年来 他要报延五日线操作 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 你会错失很多 大富大贵的机会 为什么 很简单 就这个月 你去想一想 矽谷银行倒闭那一天 多少股票 对不对 我三月十一号办 这个标股派对 三月十三号 不是那个周末 矽谷银行倒闭 对不对 我们不是去低接吗 但是那一天 多少股票跌破五日军 那你去砍 你砍了隔天就站上了 有没有 所以不要再相信技术分析了 你去问魏哲家台积电 你去问张忠谋 他报了十几年的台积电 他我们在看技术分析 他不看技术分析 他只看什么 他只看产业趋势 所以台积电因为做产业趋势 怎么样 股价一路喷嘛 二十年来你爆稳了 你现在大富大贵了 是不是 所以跟你讲了一个月 现在怎么样 验证我的讲法 卷之比回到低点了 大盘指数今天 几乎要再创波段新高 那至少怎么样 就是收在几乎高点了 没错嘛 然后卷之比回不到低点了 有没有 这是大盘 好 再来 电子类股的我也给你看一下 我所有事情 我都给你讲在前面 而且我不怕你来印证 我不怕你来印证 来 一样 电子的时候在 矽谷银行倒闭那时候 两个礼拜前的时候 还很高 对不对 还很高 那时候甜心还在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好 你最好都不要补啊 你最好都不要补 我还告诉你说 有低堪补 值需补 对不对 结果 好不容易矽谷银行倒闭 大跌给你补 你不补 有没有看到最近 是不是掉很快 掉很快嘛 为什么会掉很快 因为非掉不可 因为龙卷那是一个期限 没有办法让你商量的 时间到不管你有钻没钻 你就是要乖乖回补 所以这两个礼拜 嘎得很急啊 这就是我告诉你 大盘有底气的原因嘛 有没有 那你这样看懂没有 我需要跟你讲 破浪理论吗 我需要跟你讲均线吗 不需要啊 我就用一个卷子笔告诉你 这一个月 拉回都有限 果然今天几乎又要收在最高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看什么样的节目 你要跟什么样的分析师 你看懂没有 好那三月结束了嘛 对不对 所以集团作帐的红利没了 券单也都补了 然后这个 接下来的大盘底气在哪里 你听明白来 节目标只听一半 来 接下来要做什么 廉价到底要不要报股 你看到今天的外资又是大买 对不对 所以他们已经从 从去年 这个过年前 从圣诞节前 从圣诞节我去日本滑雪那礼拜 量都说到一样一千多亿嘛 前两天也是量说嘛 我看到昨天量说 我心里就在偷笑了 为什么 我知道量说就是有人不敢买 然后怎么样 不敢报股过节 所以 圣诞节前 股票怎么样 圣诞节前 大家不敢报元旦 结果怎么样 元旦过后 外资回来开始 嘎外资 嘎空手 当然还有嘎空单 ING嘛 到了过年前一样啊 价这么长 大家也不敢报股过年啊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样 你要好好跟我报过年 因为报完过年 每次 红盘就是直接跳空 所以你不敢报的 你也怎么样 你又是之前 拉回再跌 你去砍低 然后过完年之后 开高 再去追高 你永远都是少赚那一大段 再来228之前 也是再来一次 那这一次呢 廉价前又遇到 集团作帐结束 很多人又在卖股了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的操作就是 我的集团股 我都一档一档 获利了结 没错 但是呢 我会被报股过 我会被报股过 清明 我当然会 因为我的 这一波集团作帐 节奏 我们已经逢高 飞龙在天 获利了结之后呢 我要转进什么 我要转进 酸头鞋照的啊 这段时间 有没有被法人 已经卖两个礼拜了 被法人卖一个月了 当初这些股票 也是法人自己 一路买上去的 买到飞龙在天 买到抗龙有毁 然后现在呢 大家看法人不要了 又都把它丢出来了 所以股市几千只 总是有被法人弃养 那很奇怪耶 当初法人看好 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要了 不要不是因为公司变差 不要是因为他自己把它炒高了 怎么办 他要换去怎么样 换去炒另外一只 所以最近的双红 最近的乙顶 有没有 好 那这个月一样啊 乙顶跟双红拉高了啊 他下个月 他要干嘛 下个月他就要再回过头来 再帮我抬轿啦 抬什么 他当初要自己砍出来啦 抬外资当初自己砍出来啦 对不对 你砍出来 我就跟你怎么样 三头邪照 却相赢嘛 所以为什么我的生率高 就是这么简单啊 好 所以呢 这个三头邪照 第二季 连假放完 所有营收都要公布了 因为这一次价放很长 所以连假放完 下礼拜四礼拜五 会直接反映 三月营收 然后再过个两天 反映什么 礼拜天 到礼拜一十号 所有公司营收要公布 所以下来的这三天 会很震荡 但你不要担心 接下来你要跟我怎么样 布局第二季 四月 五月 六月 我说每一季 都有每一季的节奏 法人其实会 每一季 每一季也会 多数也会换股操作 他不可能说 这一季他拉高 他下一季他要继续拉 这一种几率不高 而且极其高 所以他们一定会怎么样 又要开始换第二季的股票 那第二季的股票 他过完节之后 他就会开始把 三月拉高的 他要开始在 获利了结了 那就叫结账了 特别投信 然后他就要开始布局 四月 五月 六月营收 会冲上来的 那你看 四月五月 到了六月 半年报 第二季季报 是不是要再做上一次了 是吗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一季 如果你错过了 没有关系 我常讲一句话 这个是风子凯写的书 写的诗 他讲怎么样 不乱于心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你去想一想这几句话 不乱于心 你会做股票 你会不会怎么样 我说养一分进气 多一分福气 对不对 不困于情 你过去那些 不对的操作方式 或者你跟错人 亏一屁股 或者怎么样 买错 不是我讲的趋势成长股 或者你就算买到趋势成长股 被你当石头 钻石被你当石头丢掉 没有关系 那都过去了 所以不念过往 不念过往 第一季都过了 不管你赚多赚少 或者亏钱 那都过了 从1月3号 我来到中市 贵宝地 你们还看不懂我的手脚 对不对 想说这个人 到底是几根毛 对不对 敢来这边 这个张扬五爪的 对不对 嘴巴说得一支嘴 好扭扭 没有关系 那你现在也认识我的嘛 我说 我不是阿妈狗 来做分析师的 对不对 我说我建中毕业 我说我们同学 都在联发科 两个在联发科 我的同学都在 新竹科学院区 半导体厂上班的 一半 班上有一半以上 另外一半干嘛去了 当医生去了 建中同学 来 那接下来 不畏将来 过去就过去了 你现在 第一季的操作 再怎么样 那都过去了 你看到我们 第一季的操作 这么漂亮 对不对 我在那边跟你讲说 我们打了漂亮的仗嘛 你看我们那个 从来 我跟你推荐的每一档股票 一档比一档还喷啊 是不是 那你现在看 那现在怎么样 我说 不畏将来嘛 你不要惧怕将来 那就第二季啊 你说第二季 指数会不会震荡 会 因为 红利没了 去年六七月 六月我带你做M31的时候 七月有没有被 入行之恐吓一次杀下去 十月有没有被 那个台积电杀破底 整个大盘也杀下去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去年六七月 我开始带你买M31 跟金华 酒店 这两档股票 经过七月 十月的利空 他们怎么样 照样那叫怎么样 就像梅花一样嘛 离双雪而静迷嘛 是不是 越挫越勇啊 所以两三百 涨到六百块啊 所以指数 涨跌 跟这些个股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重点怎么样 重点你要选对趋势股嘛 所以到了第二季 大盘会不会震荡 会 还是会继续震荡 但是呢 你不要害怕 为什么 因为还是有很多公司 三头斜照 第一季的营收不好 但是它的第二季会好起来了 第二季好起来 股价就会怎么样 就会慢慢上来 所以你要做的不是 一千两千块的价差 你要赚的是怎么样 我说我随便一张股票 你说一万两万三万 五万十万 懂吗 昨天我来跟你讲说 如果你当充赚五千块 你就很开心 可是一张股票 你可以赚二十万 你要用四十次的当充 你要用四十次的当充 你才能够赚到一张二十万 可是你去看 你从我们 一月三号来到中市 我跟你介绍那些股票 有多少 有很多张 有很多只股票 一张就在这一季当中 光一张就 十万二十万 五万十万二十万的 这样涨上来 但是你需要很多资金吗 不需要 这就是选股的问题 好吗 好 所以都跟各位讲了 那今天我们的环球晶 中美晶的集团执行长 这个秀兰姐 她有释出一些讯息 她说她看到两只小春宴出现 那她觉得环球晶的第一季 第二季跟第一季 差不了多少 然后第三季呢 第三季呢 其实还蛮保守 因为欧美银行倒闭 厂商会保守 来 各位 我要告诉你的是 保守是利空还利多 你告诉我 你看我节目一记了 你告诉我保守是利空还利多 有没有想知道答案吗 想知道答案 那广告时间 如果我说 这一季你的表现不好的 操作不好的 你希望第二季像我们第一季 这样操作的 你希望你的第二季像我们第一季 这样子操作的 利用广告时间 我说我雪中送炭 不管你是不是这三个族群 再加第四个族群 你说老师我看错节目 就会害我亏很多 或者我跟错老师 我亏很多那没关系 我说我的全雷达 我已经有给你一年期 超幼会甜甜价 就跟我带你挥棒在 股票的甜甜价一样 那你是这三个族群 退休族 做小生意的 单亲的 再加上 老师我是在其他分析师 看错节目跟错人 我亏一屁股的 那没关系你来 我就怎么样 优惠再优惠给你 好吗 你要跟着我第二季 再挥出漂亮全雷达的 利用广告时间 电话直接拨来 0252-9977 或者加LINE 来询问我们的全雷达专案 广告过后 我要告诉 跟各位讲这一个东西 我刚刚讲的 秀兰姐到底讲了什么 好吗 我们先进广告 来 我们很快 因为时间很不够用 请看一下 他说什么 第二季末见底 然后他说 因为这个 四股银行倒闭 欧米银行倒闭 所以很多厂商 对下半年还是保守 对不对 好来 玄机就在这里了 老师 保守 保守是利多还利空 你告诉我 我今天跟你讲破这一点 你就知道 不用去看均线了 为什么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 如果下半年 厂商很乐观 如果下半年 厂商很乐观 很乐观 那股价 下半年是会大喷 还是大跌 如果厂商对下半年很乐观 那股价会大涨 对不对 那你看 他做第二季末是见底 那如果下半年 慢慢好起来的时候 那用现在时间点比 跟下半年股价 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低 当然是保守时候低 那你股价 你要买在保守的时候 还是要买在乐观 股价当然要买在保守的时候 股价才有低可以买 你买在乐观的时候 不就是两年前疫名 疫情的时候 阳明在200块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乐观的要死吗 驱动IC天狱 敦态在200块以上的时候 每个人不是乐观的要死吗 所以股价要买在什么时候 买在保守 买在悲观的时候 你才有甜甜价可以买 这就是为什么我带会员操作 我们的胜率这么高 第一个 我不带你看军线 第二个 我很重视产业趋势 我很重视景气面的观察 你不是要等到 大家大佬说乐观了 说乐观他们大股东 早就股票都买好 等你来抬轿了 你要等到春宴来之前 延东将近的时候 好吗 这一波很多股票都涨上来了 4月季报公布前 会有一个波动跟回档 你要好好利用 波动回档的时候 不要再遇到波动回档 乱丢钻石 你要利用波动回档 跟我弯腰减钻石 好吗 好 我曾经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跟各位讲说 集团作帐只剩这一档 涨完红杰克之后 我告诉你说 这一档还没先排 我说到了礼拜五 不管有涨没涨 我都会先给你看 来 我今天就先给你看 好来 你们看到了 台胜科跟环球经 我前面讲的 我后面我就会 实实在在地让你知道 我不会说因为它跌 没涨我就不敢先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胜科跟环球经 在最后一天今天都有拉 环球经今天拉到530 对不对 好 看我节目一段时间了 我还是跟各位讲 来 我们接下来的IP7股 今天的涨幅 另外一档台阶天设备股 今天的涨幅都不错 我认为这两档 廉价完之后 营收公布就会喷了 你要跟我做这一档吗 电话 结束之后 直接电话立刻拨通 让我过来大丈夫 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中求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